这里有一个贷售款的 然后这里还有两个贷售款的 这两个全部都是超时费 是吧没有给 然后另外一个我看一下这里 这个也是超时费 超了15块钱也没有给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春 现在像刚才大家看到的 我相信每一个跑平台的司机 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现在自从平台上 他除了那个自动的计时 那个超时费收费用的那种情况 有一些老板你超时之后 收到平台的东西 他可能立马就给了 但是有很多的那种老板 他收到费用之后 他还是一样置之不理的 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给客服打个电话 看一下客服那边是怎么说的 师傅你好 请问什么可以帮到你 你好我想了解点情况 就是在我那个档里面 有一些单是超时的 然后我也在平台上 吹客户了 然后客户一直 迟迟的没有给那个超时费 那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呢 好你是说没有收到超时费是吗 那师傅跟我说一下 订单后的位我帮你看一下 好的你等一下 这边有太多了 我就找一个这个吧 订单的后六位是吧 是的 154084 154084 对对对 大概是几号的订单呢 23号的 好帮你看一下 稍等 我23号有两两个 有两个订单都是没给给那个超时费的 好 上帮你看到一个15元的一个超时费 对对对对 这一单是15元的 还有一单是10元的 还有一个是很久很久的了 去年的呢 好像还有一个 像这种情况怎么怎么样去解决呢 客户一直拖都不给的话 那那我们就收不到这笔钱了吗 我要帮你看一下之前有没有客户 帮你就是 帮你吹搜货费用 反正我在平台上有点过那个吹搜平台上 它显示就是已经通过短信的形式 是给客户发那个短信过去的 但是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好了解是吗 到这边我帮你登记一下 然后平台时候20小时 就帮你进入处理的 那你们这个处理是你们自己的客服 给客户打电话还是说什么情况呢 我们有客户专门的客户员 帮你去收这个费用 相信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啊 如果你的订单里面也有这种 超时费客户没给的 那一定要赶紧给客户去打电话 他那边意思就是说 一旦超时费在24小时之内没给的 那你要在24小时之后 赶紧联系他那个客服那边 他客服的话会在24小时之内吧 就你反馈之后的24小时之内 通过给客户打电话的方式 帮我们去吹搜 然后刚才我把我的那些单号都跟他说完之后 现在我手机上显示的单号都是这样子的 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现在这个没有交钱的那个客户那边都显示 客服介入处理 然后这是申请申请那个时间的 看到没有 这是15块的 所以说通过这个视频你们一定要知道了 没交超时费不用怕 给霍拉拉的客服打电话就行了 赶紧把这个费用出回来 虽然说钱不多 但是像我这样已经有三单了 积累在里面了 是吧 大钱都是小钱积累起来的 一定要把咱们的辛苦费给把它给追回来 如果小春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来一个双击加关注 感谢你们了 咱们下期再见